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北京近一千名知识青年 积极响应党的号召 到山西曲卧县集体插队 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 北京市有官方面负责人 以及老师 亲属和同学 热烈欢送他们奔赴农业第一线 他们同亲人们愉快告别 满怀信心 踏上征途 现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壮丽事业 天津几百名知识青年 来到内蒙古自治区五元县 参加农业建设 卢秀英同学 出身剥削阶级家庭 他冲破了家庭不给任何生活用品的无理阻拦 坚决和同学们一起来到农村 他的革命行动 得到了领导和同学们的支持 这些生活用品 都是领导上和同学们送给他的 各生产队已经给他们安排好了新的宿舍 新农民参观农田 他们将要在这里顽强的劳动 他们的决心是 毕生建设新农村 革命红心永不变 国外面农村 都有一种重力端的一种 建造农村 江上